今天我從朋友那邊拿來一台報廢的風扇 你拿那個是要幹嘛啦 這個可以改裝成直流風扇呢 可以這樣玩喔 當然可以啊 只要你想要有什麼做不到的呢 天地有隻海賊借法 這樣很趕欸 錯了 這個上次已經拍過了啦 天地有隻海賊借法 阿會不會又開錯了 欸這個對了喔 我已經看到那個空站筆的調整器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風扇馬達投出來了 這個啊你去那個露天蝦皮奇摩淘寶通通都有 這個空站筆控制的直流馬達 只要給他供電他那個空站筆的訊號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空站筆控制的話 這個直接控制強中座 這個是空站筆的調整模組 可是我現在在後製影片的時候啊 有一個懷疑欸 他其實 不是真的調整什麼空站筆 他不是PWM型 我先把這個線接起來啊 試給大家看 我們還會去看他的那個波型 他那個電路板上面有寫要怎麼接 現在這樣看起來黃黑是電源線 紅色的是空站筆訊號 我們先接上電源測試一下 這顆馬達有沒有問題 現在給他輸入的是12V的直流電源 你看會動的喔 阿伯阿伯你是不是對這種 空站筆的控制模塊很好奇呢 阿不會啊 那個有什麼好玩的啊 阿那我不管你了 我自己去試 去去去沒有人攔你 其實我一開始接觸到 空站筆的這種觀念的時候啊 是在PWM訊號裡面 結果現在我們掃出來的波型 竟然是這個樣子 欸 跟我想的不一樣耶 這個喔 當時已經刷新了我的三觀 忘記去給他做一些其他的檢查 反正啊 不是我想的那個樣子就對了 然後我現在在剪這個影片的時候 這樣看起來他應該是 用電壓可能就可以控制了 然後他這樣子也是反過來 那個高電位的時間 越長的時候他轉速越慢 低電位長的時候呢 他轉的越快 再加上這個三段調速的板子啊 我真的非常懷疑 電壓就可以控制了 沒關係啊 那個DIY日記還要拍很久 我們下次再研究看看好了 這顆變頻馬達 他的功率呢 是27瓦 澳門這個電源供應器 只有24瓦 我們上次有講過對不對 所以拿這個24瓦的去推27瓦 電功本身力量不夠 所以到高速的時候呢 他轉速會斷斷續續 所以我們解決的辦法 就是我們在上一部影片 有說到了電源供應器並聯 來做這個處理 海賊王 你那個風扇本體是人家不要的 電源供應器也是被人家太下來的 不要這樣子啦 這是環保舊地球 為善不益人知 還配合國家節電政策呢 說不定哪一天會有黑頭車 要帶我去接受表揚 唉唷是天氣太熱 海賊王 你是中山 還是在旁邊亂不講話 唉唷 又剃到太遠的地方去了 我們現在把這個線啊 解焊掉 等一下要把馬達拿下來啦 那個電容器也要拿掉喔 所以線全部都要解開 這支落鐵又還沒講喔 唉 想說那個落鐵便宜好用 要好好表揚它一下 怎麼這麼困難 唉唷 這麼髒喔 就不用錢的東西 沒拆大家都不知道啊 那你先把它清一清吧 走吧走吧我們繼續 嚇死我了 那個電扇怎麼這麼恐怖啊 像是我看不見的地方 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可怕 這個時候就要來賣那個清淨機喔 可是齁 其實我覺得這些 根本就不會影響空氣品質 那這樣子舊馬達就被拿出來了 這邊還有一顆電容 一樣把它拆下來 這個新馬達應該放進去就可以了 結果尺寸有差 怎麼辦 我們自己來修一下吧 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會差一點點 那就自己鑽一下 這邊連桿要換上它的 接著馬達就可以插下去了 好 關於這個擺頭器喔 其實這支風扇我已經做好 吹了好幾個月了 那我的感覺是 好像不太需要用到擺頭器了 因為都已經變成低速直吹了 還有前面這個固定螺絲孔啊 跟舊的還是有一點誤差 要自己做一下修正 好 那大概就是擺一下孔 把那個range加大一點 接著我們直接把它用螺絲固定起來就可以了 現在這樣看一看啦 其實好像是 都要做一些修改 你花的那個時間 會不會不如直接去買一台新的算 可是也不能這樣子講啦 像這樣子改的話啊 接下來發生問題的時候就可以 可以壞什麼換什麼 今天這個風扇頭好像是380塊錢吧 但它裡面那一顆馬達好像 好像 好像我有看到好像180的耶 還有這邊那個擺頭器的固定鈕啊 位置又不太一樣了 要改一下 還有我沒有那麼大的金屬鑽 我又懶得出去買 用水泥的鑽一鑽就好了 啊海傑王 你那個不專業的亂玩齁 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你耶 那個大家不要擔心啊 模組都已經慢慢出來了 以後這種風扇 會跟傳統扇一樣便宜 這邊給它鑽一個洞 裝條束紐 什麼條束紐啊 就是那個空戰筆的調整器 來這後面給它塗一點那個熱熔膠 欸海傑王你怎麼在塗熱熔膠啊 這樣子就可以絕緣了啦 蛤所以這樣就不會短路了喔 沒錯就是這樣 就是風扇原本強重做的開關啊 它有螺絲在那裡 我怕它會造成短路 這知道我們在幹嘛嗎 你怎麼有這個疑問咧 欸不專業攝影師又來視察了 小孩都去外面讀書了 如果你不來視察的話 我好無聊喔 那個螺絲鎖好之後 這個旋鈕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 看起來還不錯喔 看起來還不錯喔 然後這邊啊要穿兩組線下去 就是把交流電送下去 然後直流電傳上來 其實我會希望 這個風扇外表看不出來 有改裝過了 不要急不要急慢慢來 不要急不要急慢慢來 現在呢把這兩組線再往上面穿 接著把直流的線頭呢 跟馬達接在一起 來焊好之後啊 接在那個空戰筆的調速板上 這邊不要接錯喔 接錯馬達會燒掉耶 說明書是這樣子講的 他沒有防逆接 好 交直流都接好之後 可以把機殼鎖起來了 這其實就是照原來的鎖 只有四顆螺絲而已 沒有什麼很困難的地方 現在可以把電供接上去 這個電源供應器 是有兩個24瓦的並連起來的 並連的方法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上一部影片 像這一台風扇 如果沒有要吹全速的話 其實一顆24瓦的電源供應器就可以了 說真的啦 使用過無刷子有風扇以後呢 就會發現他的好處其實是在低速檔 而且會有那種用過就回不去的感覺 只是說接下來如果發生故障的話 沒有特別練過的話 大概只能換板換馬達 那你說那個馬達本體有沒有辦法修喔 這個我還沒有嘗試過 理論上可能都有機會啦 好囉 焊好囉 來把它裝上去吧 這個電弓啊 雖然虛標 但是它還有外殼還不錯啦 欸 你又用熱熔膠貼 那個其實東西很輕啊 用熱熔膠就可以了 對啦 這個應該 我覺得這樣子黏一黏就可以了 說不定哪一天我要把它拆下來做什麼實驗呢 你還要拆喔 這個是一定要的啊 好了 這個裝護網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齁 接著再來裝這個散葉 鎖緊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啊 這個護網的固定環已經不見了 就用束線帶先給它束一下好了 不然能怎麼辦咧 不過束線帶也只需要用到四個而已啦 應該也還好 來 我們來測試一下吧 然後這個喔 用了一陣子之後 其實感覺也還不錯呢 這個我們上次試過啊 最低的功耗大概1.5瓦左右 總共是22段變速 重點是如果你喜歡DIY的話 它這些套件網路上都可以買得到 將來哪一個部分壞掉的話 就直接更換 就也不會成為孤兒 嗯 我們又成功了 多是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 分享 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朋友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謝謝 先來我勞你们 都會做的 我也要製作 測試影片